所以接下来的话 你就要看说实际上 我刚刚提到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Charge VT 尽量多练习 第二个就是Python的基础 你一定要把它熟悉 当然第一个你一定要环境OK 环境我目前是 比较prefer这个Spider 当然如果你有别的 你也可以用试看 第三个就是Essail部分 Essail的话我刚刚提过就是 VBA是一个方向 刚刚的同学蛮好的 就是还懂得把Python改成VBA 其实出来你会发现 蛮厉害的 它转出来等于是有点像翻译软件 帮你翻译一下 然后你又学会另外一个语言 所以以后学习不同语言 其实切换还蛮快的 再来的话 如果你不用VBA 你想要用存取的 没关系你要安装外挂 安装外挂等一下 后面看有没有时间来得及讲 反正我们后面就会触及到 Essail的部分 我刚刚提到之后 毕竟Python就有点像一个外国人 外国人来到台湾 他怎么样会讲中文 他的样子就不是本国人 他还是一个外国人 可是有一种情况 他入籍了 入籍的话 其实应该就算一个台湾人 所以这个现象你会发现 也发生在Python里面 而且这一件事情 是两天前发生的 两天前发生什么新闻 如果你Google一个关键字 什么关键字 叫Python In-Exail 叫Python In-Exail Python Python怎么会 In-Exail 你把它搜寻一下 你会发现第一个 它有一个讯息公布 这个公布什么讯息呢 就是它跟你讲说 Microsoft 365 已经在下一个新的版本里面 把什么呢 把Python直接Combine 到这个环境里面了 OK 所以以后的话呢 这个Python 就会在Exail里面也被看到 OK 这应该是很新的消息 因为其实很多年前 微软就一直在做一些试调 所以需不需要把Python 放到Exail里面这件事 但是一直没有听到 它有什么改版的动作 但是两天前它终于宣布了 它说我已经把它放进来 那我就很 我在想说 那它是怎么放进来的 是不是把Exail踢掉 把那个VDA踢掉 然后放Python 结果不是 它还是保留VDA 然后呢 它把Python放哪里 把它放那个Formula 公式里面 所以它是把它当一个公式的方式 来Work 那至于细节 我大概只是看画面 有没有 这边有个Formula Formula就公式 的页面 也就是说呢 将来 你可以透过 什么 Insert Python 有没有 Insert Python 就把Python里面的Function 把它引用进来 OK 那等于是说 以后如果你学了Python 然后你不想要 学VDA 好了 这个时候也OK Exail里面也可以Work 所以又可以有新的选择 但是 目前应该会有个比较大的问题 你们公司如果愿意花钱去买新版 OK 但是如果你们才刚买 然后如果你要花一个钱去买新版 如果不是一个AI概念股公司的话 应该比较不会愿意花这个钱 但是如果AI概念股 因为钱太多了 这样讲有点太直了 那也我觉得他一定会花这个钱 只要最新的 因为我发现 以前有 就是说只要是那种 公司很赚钱的 他真的花钱不手软 OK 那可是 如果不是啦 当然就是用旧版就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我还蛮期待的 我看看如果有机会的话 假设有最新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upgrade 因为我的版本可以不断update 但是 如果可以update的话 那我真的还蛮有意愿 直接来用一用看 哇 他真的很妙 直接就是把Python Python很硬 所以你关键是 打那个什么 Python in Excel 当然 底下还有很多的介绍 还有一些影片 我想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不妨关注一下这个新闻吧 OK 那这个当然又是一个 很新的一个 算是新功能吧 我当然也是乐观其成 可是会不会影响我们学习Python的方式 应该也会啦 可是也不用担心说 你将来学了Python之后 就是好像本国人外国人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之前是他真的是外国人 但是现在变成他已经入籍了 他已经变成本国人了 直接就到那个Easeo里面了 这真的是很妙的一件事情 老虫还没有 所以我觉得现在Easeo真的包容性太大了吧 这种一个三十几年的老团体 居然可以有叫做新花样 有没有 所以以前有一个礼语 老狗变不出新把戏 结果居然这个老狗 把戏还真多 有没有 居然把Python给加进来了 这就是万万没想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可以想见 维阮这家公司 应该是还蛮有新的气象 我觉得好像从那个 那个新的执行长 我刚刚讲的印衣的叫莎迪亚 一上任 我记得好像他大概十年前上任 整个微软就偷胎换股 这跟前一任不一样 因为前一任的做法完全不同 他非常排外 好像那个微软公司里面 只要有用Apple的产品 他说没收 通通交出来 不准用 他就一定给我用微软的 他们公司觉得微软自己东西都这么烂 我用 可是问题新的执行就没有这种 我打不过你 我加入你 OK 我可能直接就把你加进来 包容性非常大 OK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到 蛮特别的 顺便跟各位提一下 因为我刚好看到这一则新闻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我已经期待他很久了 有点像是 这个 蛮希望他可以结合进来的 OK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有关BMI部分 我刚刚 有搜寻BMI这个关键值 里面其实只有一个运算 当然你可以按开始计算 输入身高 输入体重 他BMI就出来了 只是说这个网页的程式 他可以计算BMI 但是他没办法帮你做判断 所以这个后续假如说我希望 除了可以产生BMI之外 也可以帮我做一个逻辑判断的话 这个地方程式该如何撰写 当然首先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程式是用Java JavaScript写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像这个网页 按右键 滑鼠按右键 这边有个叫什么 检视原始码 你会发现 它的程式就在这里 它的程式在 在这边 有没有 叫做 computing BMI的一个function 然后它的程式 是从这边 这一段62行 一直到92行 这个JavaScript的程式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假设你要想要多学一个语言的话 其实JavaScript 也可以稍微聊 不过你会发现 其实它跟Python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 宣告 有没有发现 VAR JavaScript里面的宣告 就是VAR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刚刚有提到的大瓜 就这个大瓜 OK 所以其实好像其他就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稍微看一下 一样我就是在JavaScript里面 就询问了一下 我说 当我之前有写了一个版本 我就想说我要试一下 JavaScript 然后我就输入一个问题 我说请帮我拽写一个Python程式 然后内容为输入身高体重后 判断BMI 当然我后面本来要写更多的叙述 比如说什么叫BMI 我想解释一下 然后BMI的计算结果 帮我做逻辑判断 其实我本来想 后来我想 不要 我先不要写 Enter看看 会不会说 他看得懂BMI 结果果不其然 他还蛮聪明的 超乎我的想象 他看懂了 而且他知道BMI是什么 而且他还把逻辑判断都做出来 所以他就写了以下的程式 你会发现 一样写在man里面 如果有老问题 你们如果要把这段程式码 拿来用的话 一样就是 所以干脆直接拿ChargeV的版本来试试看 当然我之前有写过 你们也可以参考前面的版本 然后把它Ctrl-C